Namotas Bhagavatu Arahatu Samma Sambundas 离尽他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吉祥村者 今天我们谈这个问题 有人说他时常听到电影戏里面说设计时空 所以觉得出家人是因为看破女色时空才出家 请问这个色佛教里面讲的色是指女色吗 那通常当我们讲到这个色 巴黎文叫做Rubba Rubba这是相比另外一个字Namma 明 我们讲的这个世间都是明跟色组合而成的 这到底是什么呢 明是指精神现象 就是我们有那个知道他有取目标的 比如说我们的心 心事本身就会取目标的 他一定会取 梦里也会取目标的 所以呢他有这个特征 这种明涵盖的不只是心事 还有那个心所心的状态 都是属于明法 此外的所有整个世间都是属于色法 包括虚空也是属于一种色法 所以有些时候他们把色翻译成 英文他们想翻译成materiality 其实呢就是物质 其实呢它涵盖所有的物质 但它又超越物质 所以变成我们还是用回这个色 而不是用物质来翻译这个Rubba 因为比如说虚空 虚空我们不会叫做物质 但是呢在我们佛教里面是叫做色 因为呢这是两种世界的现象 一种是有知道能力的 会取目标的 一种是没有知道能力 他自己是不会说倾向于某一个目标 不会的 所以这个就是色法 所以这里的色呢 佛教里面讲到色 不是指女色 而是指整个山河大地 一片虚空一雀 只要不是心事 不是那个一个生命 能够知道目标的 其他的全都归在这个色里面 好 那么出家人是不是 他一般讲是看破 看色即是光空即是色 其实他要指的就是 这个色呢 这个世界山河大地 这一雀肉体啊 它是空的 空其实呢在我们原始佛教呢 它是属于无我的一个部分 无我有五个意识 五个环节 其中一个就是空 那简单说呢 就是他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 他也是无常的 他也是苦的 他是一直在变化的 一直在生灭的 他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 所以因为他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 他就是空的 所以呢这个呢 今天的人就觉得不对啊 眼前的杯子 这个桌子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你试试看 就问那些量子物理学家 他只会告诉你 真的是如此 很整汗的 你以为它是一个固定的 有一个有的东西 但是你一直在 追到最后最后的时候呢 其实它也是空的 所以这个理解呢 现代的科学家 已经接近了我们佛教的范围了 所以南传人 我们没有这个讲法了 没有特别的说什么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但是呢我们有讲到 和这个名色法 南马路巴 它本身是安妮扎 这个无常的 陆加 苦的 anatta 无我的 这个anatta 这个无我 就涵盖了空 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从这里呢 这个色就是空呢 这个是可以被理解的 嗯 嗯 好 那么看破这个色是空 不是看破女色才是空 当然你看看破女色 也是涵盖在色里面 因为呢 一个女性的身体 或者男性的身体 它也是色法 那么你看到了 看破了 是有好处的 是对 是会有达到那种 进化和放下的效果 因为你到后来看到呢 它就是不断的生灭 好 到底这个色是 什么样的一种现象 为什么说 它不断的刹那生命呢 这个我们要通过 修定跟修慧 才能够达到 当我们修定 修子禅的时候呢 通过修定 把新的力量 开发出来 变得很敏锐 我们有五根五粒 西绝脂 八正道 所以总共呢 还有三十七道品 全部涵盖在里头 修定的时候呢 把这些力量全部开发 新的力量开发出来过后呢 它可以看到 就照我们自己的色色相形式 就是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身体 跟精神现象 跟物质现象 也就是我们的 明法跟色法 所以我们的照下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呢 那是用智慧之光去照 不是用X光去照 也不是用手电筒的光去照 也不是太阳光 月亮光 是用我们的智慧之光 定力和智慧升起的 一种内在的光明 这种光明 让我们照我们的身体 我们会看到什么 你是有方法的 这里有方法的去照 你会看到 我们的身体 是由许许多多 数不尽的粒子组成 这个粒子 我们叫做色聚 色聚呢 巴黎文叫 卡拉巴 然后每一个色聚呢 它又有 最少有八个成分 组合而成 就是地水 活风 色 香味 食素 好 大家可以暂时 把这个专有名词 放在一边 它是用不同的成分 组合而成 这是最小的 凝聚单位 再也拆不开了 一拆它就不是了 所以这个呢 到后来呢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色法的究竟真相 那如果你能够看到 这个究竟真相呢 那你就会确定 它是空的 就好像量子物理学家 他研究到量子的 最后的层次的时候 他也发现到 真的是找不到 一个永恒不变的 一个主体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要讲的 色 只是空 不是表面的 你看到杯子 这个杯子还是蛮形象的 但是如果你看到 这个杯子的 究竟色法 就是它的那些粒子 粒子里头的成分 看到完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明白 什么就是所谓的 这个色法 其实它也是 无常的 苦的 无我的 那也涵盖了 这个空的 这个性质 就是